小朋友们,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呢,叫做《米米玩收市》 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小朋友呢,他叫做米米 他有非常多的玩具,这是他们家的客厅 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地上有火车,有小木马 还有很多的小熊和洋娃娃 这是他的房间,房间的床上有许多的小动物 有鳄鱼,有猴子,还有我们地上还躺着一只小熊 在他们家的花园里,也满满的都是玩具 有一只大黄鸭,还有一个小推车 嗯,米米这么多玩具,他从来都不收拾 有一天呢,他的妈妈在做蛋糕 嗯,米米看到,妈妈做蛋糕需要准备鸡蛋 于是呢,他想要帮助妈妈的忙 于是他就抱了一三个鸡蛋过来 可是,他没有看到地上的积木 走了过去,哎呦,不小心被绊倒了 鸡蛋就飞了出去,掉在了地上,打碎了 米米没有帮妈妈的忙,没有帮成功 他想,下一次我还要帮助妈妈 下一次的时候,妈妈在浇花 我们看到,浇花需要用到水 米米就想,让我去提一头水来帮助妈妈 可是,他没有看到前面有一只大黄鸭 走过去的时候,哎呦,又被绊倒了 我们的水飞了出去,水全都泼在了地上 米米再一次摔倒了 再一次我们看看,哦,有一天,米米抱着自己的存钱罐 在听妈妈讲故事 可是讲了很久,米米有些困了 他要回去睡觉 于是呢,抱着存钱罐,准备回房间了 可是,他没有看到地上的玩具小火车 走了过去,一不小心,哎呦,又被绊倒了 这一次,他的玩具小猪飞了出去 存钱罐掉到地上,摔碎了 米米这次伤心坏了 妈妈走了过来,把米米迁到了他的房间 哦,放眼看过去,他的房间确实太乱了 到处都是玩具 米米的妈妈告诉他 米米啊,我们要把玩具收拾起来 这样子呢,你下一次才不会被绊倒,对不对 于是,米米的妈妈推着一个小推车 让他把所有的玩具都放在里面 米米呢,就把所有的玩具开始分类 把小车放在这个柜子里 把积木呢,放在这个柜子里 好了,我们看到米米的妈妈呢 还给了他一块垫子 这个垫子呢,叫做玩具之家 每一次玩玩具呢,米米都要在这块垫子上面玩 而且,玩玩玩具呢,要把它收走 有一天呀,米米的妈妈在做果汁 她让米米呢,带一杯给自己的爸爸 嗯,可是米米端着果汁 哎呦,又一不小心摔倒了 这一次,她被自己的垫子绊倒了 米米很聪明,她把垫子赶紧 卷卷卷卷裹了起来 把它收好了 下一次在玩游戏呢 米米就把垫子打开 把玩具放在上面 这样子,米米就再也不会摔倒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每次玩玩具呀 小朋友们也要记得把玩具收好 好了,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今天我们有个状态 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把它们尝拖 两边 两边 一边 一边 一边